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周四的台股开高之后 在一万期间三百点附近震荡 但是老师锁定的政策做多股 真的是涨不停 当盘面上可以操作的个股增加之后 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集中火力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摩托股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好 Ruby 大家好 老师这一波的政策概念股 真的是全面大涨 不过有些投资朋友们 如果现在才认同的话 那还有新的股票可以来布置 那机会可多了 选举是11月底才要选 对不对 能买的股票一大堆 越来越多 首先我先讲生计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因为我以前就跟大家讲过 我蔡振华两件事没有人敢喊扣 一个是生贵 一个就是生贵 对不对 你今天要跟我讲 那个什么半导体比赛作文 我说实在我有时候写不过那些外资的 因为我也懒得写 他们写有钱拿 我写又没有 我的收入完全要靠绩效 所以我也懒得跟你去比那些 对不对 那你说有的网红天天去上那些节目 然后你那个1800的通告费 演的活灵活现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在骂外资 那你高涨干嘛不放空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那你又骂外资 那就更奇怪了 你说台积电 外资持股比重那么高 以前人家买了10年 人家买台积电买了十几年 买到这个几十%的这个持股 你能够说人家不爱台积电吗 也不能吗 对 人家只是因为生息的时候很简单 钱拿去美国回去会一点 怕会差 只是这样而已啊 哪一天等到那个生息循环结束了 外资回来还是买台积电吗 这哪有什么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自己追在高点 然后就骂人家 问题是人家低档的成本比你还低 搞不好只有你的十分之一 你怎么不讲 是 对不对 是 再不然呢 你看市场上一大堆人在那边酸东酸西 就像有那个 常罗行也是一样啊 一是一样讲说 啊 兄弟内情啊 如何内斗啊 哇 那剧情讲的资精彩 你问他手上几张常罗行 不敢买 对 屁用 对 所以我还是在在那边讲 就是我们的一切 还是要以股价为依归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政策概念股 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大家看到新闻了嘛 对不对 四千万剂 增用四千万剂 书葵讲的 那好 我们现在来仔细想这件事情 我开放解封 我要让你出国 请问一下你说出国 就让你出国吗 你总要出事你打过疫苗 对 然后呢 你打过疫苗就没事了吗 不对嘛 还不行 很多人打完疫苗 也是一样又中了嘛 是 所以你要快筛啊 对 还要快筛 你要拿出你最新的筛检说 我到今天为止 筛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证明我是 我是没有这个反应 是 那我才能让你出去吧 对吧 你去未来来讲 做很多事情都一样嘛 好那一旦这个变成一个 大家所认同的事情 问题就解决了嘛 因为之前大家想说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对不对 你要做快筛四季 好 那如果说政府增用多少多少 那因为现在快筛四季 一般你在零售店 卖差不多三百块嘛 对 万一政府跟你征收的价格 是低于三百 是不是他的利空 我就跟各位讲过 你想多了 政府一诞生的时候量一定很大 对 很大量 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能肉多大量 台湾也才两千三百万人 这件事情的关键环节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搞错了 检测四季并不是验一次就好 对 是你一天到晚都要验 是 好不好 是 你今天去了那个地方 那里有确诊 你回来就得验 你今天要去那个地方 你还是得验 你三不五时 你就是要验 哪一天你们办公室几楼 出现了什么 你们公司要不太多 大家都要验 你来验一下 没有过你不准上班 所以你看开口就是四千万计 有的人就突然吓到说 怎么会是四千万计 台湾才两千多万人 那你就搞错了嘛 对不对 一天要吃三餐 请问一下 你不是天天都要吃饭吗 对 对不对 两千三百万人 你说要几个碗 问题你要吃三碗 你一天要吃三顿 就是四季这个东西 未来来讲它变成一个 这个我该怎么形容它呢 生活当中的常备品 是 一旦形成这个走势的时候 你冲的就是量 你想看看 我跟各位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大家印象中 大家那个印象中 最早最早最早出来的那个NB 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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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出来的那个NB 大概多少钱 Ruby你大概不知道 讲实在你不知道 你念书的时候 你大概还不知道 你没有用 我跟你讲四五万块很正常 大概十二十 对 很正常 那个时候很正常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 除非你现在是玩那种电竞的 比较高阶 比较高规的东西 你说一地半NB 你只要上下班用 其实一万多就买得到 是 一万出头就有了 对 但你说华硕这几年有大跌吗 没有吗 对不对 他去年反而还涨了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他冲量出来 是 对不对 他冲了那个东西 那个叫做 叫做 叫做量嘛 所以 现在来讲 就是 这些公司 他第一个涨了 你看像亚诺法 那我们说比较正规的 一定就是像保龄泰博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保龄他 前几天没有涨 对不对 你看到了那个 礼拜 礼拜四的时候 是 突然就涨停了 那你说怎么会来不及 你第一波 没有买到亚诺法的人 其实有两种条件 就是第一个 拉回来 我们低接 第二个呢 早还没有涨的吧 是 对于防疫的检测司机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买股票这件事情 你要有盘算的 他最大的利多 一定就是在公布营收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四月的营收开始暴增的话 你在五月初会看到这个新闻 所以我上礼拜才会跟你讲 第一波你拉没有买到的没关系 你在四月中旬拉回来的时候 你找机会做切入 我跟市场上的主力资金也会这样做 为什么呢 他今天就是拨你一个到 拉你到这个四月底 五月初的时候公布营收 我就不怕你 我有业绩护体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 泰伯 你看这个正规军啊 他在这边再拉一根长虹 我当时我在影片中有说到 你不要以为两年前那次生计股就结束了 在这一波当中 只要出现第一档 让两年前生计股解套的公司 我跟你讲 整把火就开始燎原烧起来 因为他就是北极星嘛 很多人就是说两年前那个生计股炒完就没了 其实你们大家都搞错了 生计股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它是一个节奏跟韵律 也许在这一次走的不是口罩 那因为当时我们说那个价格跟现在差太多了嘛 但是一定找得到新的股票可以供 那第一轮来讲 如果说两年前走的是比方说重症的呼吸器 那你要搞清楚这次是轻症嘛 所以呼吸器那个衣材 你不要去暂时不要去拉它 这个就没有意思嘛 再来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治疗的这个药物 那当时有发动过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把它病到新药那一块 这个跟所谓的这个病毒的这一波不是同像 不是同一个节奏 但是也是看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像口罩这个我刚刚就先不讲 所以第一波 涨的一定是先走这个四季 那当时走的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额温腔 额温腔的IC设计那几支 其实还有MCU那几支嘛 因为额温腔没办法 这个东西你一用去用好几年 到目前为止应该也还没有坏掉嘛 所以这个东西也暂且不做了 那生计股这个地方拉过来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缩小范围到30档以内 目前涨上去了大概10来档 还有20档可以做 还有20档可以做 因为你要接下来你还要注意一下 还有转投资 而且还有新贵你都要加进去 那第一波如果没有做到亚诺法的泰博的 那你都不要紧张还来得及 那方式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这些强势股拉回 还可以再找机会低接 那怕是怕说这个照这个礼拜四的这种强势的走势 恐怕连拉回的机会也没有了 加速了 那行径间切入也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60分钟的K线图 60分钟的K线图找那个KD回到50下方 抓那个行径间的切入点 是 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给大家一句话 千万不要害怕上影线跟长黑棒 如果你要做波段谷 你要学着跟上影线并存 那电视上有一些那个网红教你什么高档爆量三柱箱那种 都是90年代的东西 对 那个已经是过时了 过时了 那个就是 你用那种方法你做不到强势股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像那童子 那个352的童子 他上礼拜拉回的时候 你看黑棒三根 对 你找技术分析的人来讲 你怎么说 都说那三根就是短线拉回 我跟你讲那就是卖电 或者是说像我昨天影片当中 我跟各位讲神准 一根上影线带一根下影线 对不对 一根钓人加一根锤子 其实这个在传统的技术分析里面 就是告诉你高档要挂了 而且他又带爆量 可是你看根本没有差 中间洗衣段就上去 没有长许 现在新时代的主力 没有在讲那种老派的东西 你最多就是趋势线画一条 把下面最低点连起来 一条趋势线往上时钧不要下弯 其实波段都还没有结束 我觉得简单就这样 所以这里也有一点要跟各位说 这个叫做大道字简 大道字简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个东西叫做 有一个雕刻大师叫朱铭 你知道吗 他讲的那个太极系列 曾经给我很大的感悟 他就说我不要再做那种很细微的雕刻了 我就是大块大块的把那个线条切出来 你去看那个朱铭大师写的这一段 再回头想想股票这件事情 你就豁然而解 是 你不要再去看这种细微 细微朱铭的小事 什么隔日冲券商 昨天买了几张的那个东景 那关你屁事 对不对 人家出掉以后还不是继续找 是 就是有的人很喜欢讲那种东西 证明自己很厉害很行 什么哪里融券还有几张 然后标借多少 我昨天听到说 哪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 你得了吧你 真的那么厉害 没有那种事情 现在就是我告诉你趋势为上 趋势这个东西最重要 趋势是向上的 大概大致上没有差 那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这真的还来得及 因为你看你防疫刚开始 是 你现在到选前还有这么久 因为你看像我讲的军工 对不对 融钢在创新高 是 那因为最近华欣在涨 钢铁走的不锈钢是对的 融钢那个东西 特殊钢 它其实就是在 供应给那个飞机的领主舰 所以融钢它为什么会上来 实际上你看漢翔在创新高 总舵组就是隆德造船 是 就是因为它在上个月先拉一段出来 所以资金就开始到处找 我就是跟各位讲号令天下莫感 你就是要 你就看到那个政策当中 有出现一档 噴出来嘛 你比方说你说这个 车电股这次不强 我觉得还蛮强的 也蛮强的 你看华府有没有 是 价格它也只有 只有那个谁 同志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家还不是一样攻上去 是 对不对 那你说军工的话 你拉电子还有伺服器 你看周边那几只每只 那么挡挡强 对不对 真的套的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很多人受伤 主要就是这个 半导体系列 那 这边 当然原因很多 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说 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是抱不死的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观念 赚钱就是赚在当下 三成三成三成 连续三档股票 你看 你亚诺法假设你赚到三根涨 像我有讲 你正当的时候 假设你亚诺法先出掉 那我们先去买一个解封的概念股 对 对 那假设礼拜五的时候 你开高三副把他触掉 两根半或三根 不知道 那你这样子的话 三加三 再加一个三 你是不是就变成一倍 对 资金又平凡倍了 所以你说不管你股票怎么样 绝对都有机会 而且今年行情大好 政策股喷翻了 好不好 一档接一档 你只是要把那个 那个心中的一些 该怎么说呢 既定的观念给抛下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外资大卖股票没好货 那我们证明的是什么 外资大卖那只股喷翻天 对 差别就是在这边 股票永远都有机会 跟大家做一下免例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 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卖帐号 第二批的解封概念股 我们准备要进场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在这一次的政策概念股当中 老师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解封跟防疫可以一起涨 那么果然在周四的行情当中 山富 凤凰 宝林 富井 瑞基 还有ABC KY 是通通都攻上了涨平板 那么想要跟上第二批布局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机会联络我们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那么除了第二批的解封概念股之外 还有车店概念股当中的小同志 股价只有同志的三分之一 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一档股票赚三根涨停 三档股票就可以把资金给拼翻倍 那么老师之前如果在半导体受伤很重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这个一档赚三成的方式 把这个绩效给拼回来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盘面上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是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只要你有一个这个北极星搭出来 那这个后面的气势就有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因为长龙行创新高嘛 那注意一下 如果你还记得长龙的印象 后卫山雄 当时长龙就是过了98块才开始喷 就历史新高就开始喷 那98块就是他90年代的高点 过了以后直接喷到230了 后面那段涨得比第一框还要快 是 那航空股当然也类似 因为他长龙行前 这个 09年的时候有一个高点在367 376 37是37块那边 那37块多那边因为当时开放那个陆克自由行 所以航空股大涨 那当时大家认为说那个地方不会再解套 你想太多了 那其实真的轰过去以后才是波段走势的开始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所有这些解封概念股的资金的主力都在堵一件事 爆发的营收 我只要买在营收还没有公布之前 不管你怎么洗我怎么套我 怎么分盘交易怎么开长黑跌停上一线 我就是在这边跟你咬中 我都不怕 等到哪一天你营收一公布 碰碰碰上去 有没有 这个翻版就跟两年前玩生技一样 我其实这样讲 玩生技实在是 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解的 你就去打听一下 实在是你除了我正华 你大概也不知道要找谁 生技王 当今台湾能够把生技股这样掌停来掌停 做的接棒一棒接一棒的 我看除了我也不知道真的有谁 大部分的老师其实说真的 连讲都不敢讲 连碰都不敢碰 那更好 那这个筹码更干净 是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因为 这边养老法已经拉出来 在ABC 那么保龄算是最近这两天才刚刚开始动 再来我们看到泰博是属于正规军 那么瑞基这个要注意一下 它形式有点类似泰博也是属于有EPS 但是两档股票股价稍微比较高 那么伴随着生技的这个 等于是色彩 同时也有农粮概念的当然就是全羽生技 那因为这次 惠光跟冬简行进间还没有结束 全羽生技先创新标它才是真正的龙魂 所以这个地方涨回来 四料肥料这边 那我就要特别讲一档股票四个字的 四个字 我在上个礼拜曾经盖过牌 那我告诉你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所以我的重点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一棒接一棒 刚刚开始 那么色凭IC有一档股票 其实最近IC设计 虽然说在低档没有大涨 慢慢有一点打底出来 这跟同志一样 那么注意一下 因为在网通这一块 它的IC设计是独立出来的 是 因为网通就是迁到这个伺服器的 其实我还是把它跟军工纳在一起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都更的部分 你看到很多的股票 事实上慢慢在盘高 那这个部分 因为还很少人讲 我们就先给各位一个机会 还可以跟我们坐上车 因为汉翔跟这个隆德造船 已经拉出来了 所以带出来的特殊钢 隆钢在创新高 那我要告诉各位说 其实这都是政策 都是军工 也就是政策 在选前呢 还有很多的股票 可以一棒接一棒 没有做到这个第一棒 这个羊肉法 也没有接棒到这次 解军工概念股的朋友 那么接下来小同志 跟我一起来做进场 绿能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除了汽车之外 那四季钢也开始动了 所以下一棒 要着眼在这个方向 好的 那么从现在到选举呢 还有七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抓到三档标股 就是投资朋友们要完成的计划 欢迎跟上老师的脚步 一起来布局 车店概念股的小同志 还有全新的解封概念股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TE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各位操作愉快转打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薪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柜股票登陆 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省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膝上游全圆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在这一次的政策概念股当中 老师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解封跟防疫可以一起涨 那么果然在周四的行情当中 山副 凤凰 宝林 副井 瑞基 还有ABC KY 是通通都攻上了涨平板 那么想要跟上第二批布局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机会联络我们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报导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除了第二批的解封概念股之外 还有车店概念股当中的小同志 股价只有同志的三分之一 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好 好 好